公園桌邊的所有長輩 所有各位鄉親 以及我們大人旅的蔡貴經理長 各位貴賓大家早安 還有我們議會的陳立會議員 早安 大家好 那麼今天早上可以說是豔陽高照 烈日高照 那麼大家 犧牲大家的時間到廣時公園來 就是要爭取 我們講是抗議 但是不是抗議 就是要爭取卑微的公園 這是一個人生存最基本的潛意 就是很卑微的請求 希望保留住公園 希望公宅在設置的時候 能夠兼顧到社區的需求 環境的保護 不要把這麼多的老樹 把這麼多的公園都消化殆盡 讓整個設計以後叫做 四個字 灰頭土臉 所以我想我跟陳立會議員 我們今天站在這邊大聲疾呼 剛剛有幾位媽媽說 你常常站在柯文哲身邊 我說因為議員跟市長 有時候會有業務上的接觸 不過我在這邊再一次的跟大家進行的保證 我們要求台北市政府 在設置公宅的時候 應該不需要把容積一次用完 也就是容積不要一次用完 這裡的400 隔壁的是225 這一點都不公平 我們認為這邊應該比照 隔壁的225就好了 留下一些力 讓各位鄉親早晨下午來這邊運動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也認為公宅的攻擊量 不見得像柯文哲市長講的 一定要加到這麼多 因為台北台灣現在房屋自由力 已經達到很高 而且又是少子化 公宅的需求 以後變成蚊子公宅 那都是會讓我們這個土地來浪費 以及閒置空間 因此我在這邊 我們向大家進行的保證 我們會再一次的要求柯文哲 對廣直公園的公宅計畫 必須要減量設置 減量設置 讓地地多保留一些 讓容積不要一次就把它下話殆盡 我們認為保留容積保留公園 讓所有附近的居民 能夠在這邊 不管早晨晚上下午 最後一個立地可以作為活動公軍 這是我們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堅持 而且是公開的承諾 我想我們一起來努力 革命絕對不是一天能夠成功的 爭取也不是一天能夠成功的 這是需要打持久的戰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也謝謝蔡國慶里長 此之也很不間斷 堅持不達目的 事不中止 我們一起努力 好不好 謝謝大家好 謝謝 我們 謝謝 謝謝他們在這個擺盲當中 陳立威議員 陳立威議員 也一早也來這邊 剛才我們再請他再跟我勉勵 謝謝蔡里長 我想今天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到這邊來 無非就是希望 我們能夠透過專題報導 讓政府聽到說 我們民眾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我們支持政府的政策 但是呢不能犧牲掉 我們住在這邊 居民的居住正義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的錯誤政策 是比較嚴重的 民眾這麼多的聲音 這麼多時間來 政府都對於他的政策 完全都不痛不癢 完全都耳朵遮起來 眼睛遮起來 完全沒有理會我們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最憤怒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我們很多媒體朋友的關心 也透過我們大家的陳述 未來我們的抗爭 我們讓市政府知道說 其實我們民眾要的 只是希望我們這塊綠地可以保留下來 我們只有聽過 我們希望他透過都更 把有水泥地的地方蓋起大樓 我們不希望他把綠地破壞之後去蓋大樓 對不對 所以原來是公園 我們希望保留原來公園 不要因為政府的政策 對於我們住在這邊的援住戶 造成這麼大的衝擊 各位曉得 將來如果設不設施進來 再加上公共住宅 每天在這邊進出的人口 會超過兩萬人 一萬多人到兩萬人之間 捷運在113年才會蓋好 可是房子會先蓋好 到時候我們這個交通 就會陷入無限期的黑暗期 特別他們的設計裡頭 八米路還是八米路 並沒有拓寬 所以這麼多的人口 這麼多的車流 其實我們這裡的交通 也是沒有辦法負荷的 所以我們希望 台北市政府可以懸崖勒馬 對於政策能夠趕快趕快做調整 否則的話我們勢必抗爭到底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各位 我們希望今天的行動 這個連署請大家 把動作自己的事情 跟你們一起帶媳婦 嫁妻子一樣 你一個叫三個叫五個 你看我早上都沒有廣播 就主動來這麼多人 這個代表我們還對公共事務的一個重視 不只是我跟各位報告 我跟議員跟這個 沒有半點私人的利益 如果有半點私人的利益 你給我吐槽 我下一次不敢去嗆客聞者 各位放心 有事情 他先領利益你問 你放心 這個連署 你們 我們會持續放在我們大人裡 住戶的每個信箱 等一下 你只要認同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你們這個 可以 其實 公民主公義 不然分本禮多禮 台北市政府也不分本禮多禮 我平常人辦什麼禮多禮 所以我 也沒有分本禮外 大家 不只 我們今天出來 就標誌 你們民心很有意義 替大家來進出 如果進出會成功 你會是說 那次好告訴我出來 來表達 我們要強調一個就是 我們要支持 持久的見證 少部分的媒體 把我們汙名化 你們那個 人要照顧年輕人的共贏住宅 這樣 你們立場在反對什麼 他沒有了解 他們老母 他們阿公阿嬤 常常來公仔散步的地方 要用 跳 跳起來 公務費條 他們說這樣叫做基礎正義 所以 你們可以大聲地說 我們這邊 福建地區 是積極 台北市政府的建設 不過 要向市政府說 你不行 軟頭清骨 柿子挑軟的吃 為什麼呢 不然怎麼被造成 信義區文山區 公營住宅 就造成一萬戶以上 他就是看哪邊有空地 哪邊塞 所以 我們的結論就是 我們是赤質建設 可是市政府 他來公開說明會 林作明局長是口才一流 可是他說謊不算謊 他 甚至 公然五路 廣執地區的人 他說你們是 仿社福 仿公宅 其實 滿自私的 問題是 我們經得起考驗 我們陪伴的養老院 平宅 將來開發 也要陪伴的老人 長照 跟 增長的人 我們都是在支持 林作明局長 欠我們一個公開的道歉 我們不能被人家侮辱 我們還不發出聲音 所以 今天這個活動 只是一個開始 為什麼 我一九十幾年發到現在 因為我是立場 不說話不可以 我九十八年的發現在 以前這個土家你們都知道 土家以前 已經養老院的紅森會滾 這麼多老人滾 滑倒去 剛才 柯文哲市長在 102年的7月 我們里長跟他座談 我跟他爺手說 那個 好市長 講錯了 我跟好市長座談 我說你們這個已經讓人家 跌倒很多 市政府都要這樣不管 後來 好市長說 你最後臨時動議再提 因為去工作好像要把我冰起來 我那個建議也被冰起來 我又再次舉手 好市長 我的脾氣沒有不見了 所以 剛才事情要勇敢的發聲 你發聲 事長不會說 我說 後來市長很有價值 這個就花了三百多萬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感謝 市政府做對的事情 我們來支持 市政府 他如果只是在走程序 我們 好 我們 好 我們要台語 你大家時間 我們這樣好不好 要吃好不好 吃到一個人 先來吃